Hello,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help,subscribe 第一则新闻,美规Nissan Amera即将停产 最近美国媒体有消息指出 美国版本的Nissan Amera将会在2025年停产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款车在美国市场销售成绩不是很出色 在整个2022年只卖出1万多辆 虽然在2023年推出小改款车型之后 销量有一些上涨 但是在2023年上半年也只是卖出了大概1万1千辆 加上北美的消费者比较喜欢Nissan Kids 在成本的考量下 所以这款车预计在2025年停产 除了北美之外 东南亚也是Amera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还有菲律宾等等 国家贩售 不过销售成绩同样不是很好 不过我们暂时不清楚东南亚市场是不是和北美一样停产 还要等官方进一步的消息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本地媒体爆料 丹创获得了武林汽车代理权 近几年 陈畅汽车基本上都是瞄准中国汽车代理权 其中上用车部分有江淮JMC 曾用车部分有广汽GAC 而在今年年末将会增添一个胜利均 也就是武林 武林品牌在中国市场实际是 柳州武林和上汽通用合作的品牌 主打性价车款 在中国的武林宏光 宏光mini EV等等都是畅销车款 根据NST消息 这一次成畅集团和上汽通用武林的合作 仅限于商用车 也就是包括武林宏光等车型 GC第一款引进本地的车款 就是型号为N300P的轻型皮卡 这款车采用武林宏光平台打造 之后陆续还会有更多轻型商用车 引进本地市场 至于乘用车有没有机会呢 实际上还是有的 因为据悉上一回出现在本地武林宏光mini EV 就是成畅引进本地进行测试 而且有消息指出 以后武林还会在本地引进MPV车型 但是官方还没有确认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第三则新闻 Broton S70渲染图 这款车真的会引进本地市场 之前曾经有消息指出 Broton已经注册了S70这个名字 从Broton的命名 我们可以看出这款车应该会是一款C Segment的四门房车 而且这款车有可能是极力 新锐的贴牌车型 这款车在中国是一款C Plus Segment车型 是一款采用CMA平台打造的车 这款车的配备还是非常丰富的 有Level 2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安全性也很好 在中国市场 这一款车采用的是2.0 以及1.5的涡轮增压引擎 假设Broton真的引进这一款车 加上价格合理的话 应该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你们会期待这一款车吗? 之后我们会为这一款车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影片 最后一则新闻 Smart One正式在本地开放预定 定金1000令吉 最近ProNet正式宣布 Smart One在马来西亚开放预定 这一款车需要缴付1000令吉的定金 如果看车身尺码部分的话 它在本地的主要对手就是 Aura Good Care以及Mini SE 不过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 还是有一点类似Crossover 更加适合现在的趋势 另外这一款车的外观设计 还是很好看的 而且车侧还有一个 Star by Mercedes-Benz的logo 表明它是Benz设计的 这一款车的普通版 采用单电机设计 最大马力表现268HP 峰值扭力表现343Nm 0-100加速 只需6.7秒 续航还可以达到440公里 你们觉得够用吗?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新闻 记得帮我们like、share 还有subscribe哦 我是Mik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